大家好啊 今天是老王直播周四啊 那么我今天在我的频道啊 CRAZY王CHATGBT美股直播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直播啊 因为这个上次做那个苹果的产品发布会的直播的时候呢 被好像Zoom已经把我断掉了 我现在也不记得这个直播间的用户名密码 那我就今天就在那边直播 以后就在这里录视频啊 那么周二啊 咱们预测这个大盘啊 可能要小心 对吧 当时我们说这个英伟达这个股价呢 如果从60分钟图来看呢 呃 是碰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在周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碰到了这个压力点 对吧 然后咱们走了一个牛棋 熊棋下跌 对吧 我说叫大家小心一点 那么截止到昨天收盘呢 还是老王的预测呢 还是对的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从60分钟图呢 这个英伟达呢 是一个小牛棋 这是一个blue flag 那么从波浪的角度呢 这个就是一个ABC 对吧 那么今天早上呢 是跳空高开 很多朋友就就很失望啊 因为基本上昨天的大行情呢 都是在晚上从澳洲 对吧 从澳洲开始 从澳洲开盘 这个大盘就有一次爆拉的一个大涨 大涨完以后呢 日本 香港 日本是涨得比较凶啊 涨了差不多1000点 是吧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是 这一波的上涨呢 是澳洲开盘 澳洲开盘 那我们打一个Fibonacci 如果把这里看一下 这是澳洲开盘 然后呢 正好到0.786 守门员位置 我昨天晚上就做空一笔 赚了73块钱一个账号 20个账号应该赚1400 所以咱们这个FTT呢 很多朋友不要说 哎呀 那么少啊 才57块钱 那你73块钱 那你要乘以20 因为你一买的话就可能是20个账号 当然我们现在待会跟大家讲 100美金的挑战赛 我们现在这个经济衰退啊 大家都不说话 很多朋友呢 去做那个FTT Apex 亏的真的就是 一开始信心满满 到后来呢 我们两年就发现很多同学 一开始信心满满 后来呢 真的老婆老公 就来找上门了啊 啥回事啊 老王 我们这个老公啊 在你们这里开Apex 亏了2万块啊 我那个小孩还要交补学 还要交学费啊 是吧 跟大家吹吹牛啊 说个笑话 所以很多同学呢 就比较反对啊 那么这个大盘呢 你看在这个 昨天新西兰开盘之后呢 因为新西兰是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开盘的国家 它在最最的东边 是吧 所以呢 它开盘之后呢 突然一个暴涨 昨天跌到这尾盘就开始涨 有点像Penny Stock 有点像Penny Stock喜欢尾盘 大涨 对吧 然后呢 走下来 我们在这里做空很完美 很完美 没几分钟就赚到钱 我们就没有参与了啊 所以大家不要做的太多 一直操作 一直盯盘 一方面对身体不大好啊 那么第二呢 就是你赚赚赔赔赔赔赔赔赔 最终就是没有赚嘛 是吧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软件呢 叫FTT 我们在10月14号呢 会开始一个真正的比赛 现在还是用Apex的PA账号在做啊 在PA账号在做 这是一个账号 同学们不要说 哎呀 赚那么少啊 你乘以20个账号 比如说你现在打折99块钱 你买一个2000块的账号 当然我们作为老师还是100块钱 现在我们就100块的套餐 现在越是便宜 经济衰退 越是好 跟老师来做啊 跟着老师来学啊 很多同学 散户就是三大毛病 第一不止损 第二没有钱 当然不是说你没有钱 就是说你没有华尔街那么有钱 对吧 那么第三呢 就是不教育 就是每天就是认为老师啊 涨还是跌 对吧 但是你乘下心来和老师一起学 你的进步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出了一个100元的套餐 天姐 三本 两个人 今天 当然三本的话要到10月14号 才真正花100块钱 现在打的还是那个Apex的PA账号 不容易 现在三本已经打爆了 基本上还剩三个PA 其他都打爆掉了 那为什么会打爆呢 就是前一阶段啊 这个大盆波动特别大 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波动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大啊 这一波如果从这个 这一波大跌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纳指啊 涨上来的时候 跌下来多狠啊 跌到 对吧 从4月份一直涨 涨完以后 啪 打下来 打下来 打得很狠 打得很狠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待会儿我们会做波浪 所以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做期货啊 很容易爆场 很容易爆场 所以我们昨天呢 输钱是输在这个 昨天也是波动非常大 这个教训一定要 你不要 就是说 做这个期货的人呢 一定是女生比较好 他们 就男生的话 像昨天这个行情很容易亏损 因为你看减息50个基点 很好 对吧 大盘一下子爆拉 爆拉完以后 你去做调整 你就不认输嘛 对吧 你这个包尔在这里讲话 啪 啪 啪 下来 是吧 打得你搞不清 你这儿头上猫不着头脑了 是吧 这个怎么 减息50个基点啊 会这个暴跌啊 会暴跌这么多 那我们昨天呢 也分析了 我们说这个 鲍威尔的讲话 他主要在新闻发布会 减息50个基点没有错 非常利好 但是呢 鲍威尔的讲话呢 讲了两大的要点 值得我们关注啊 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要点呢 就是说美国经济非常强劲 那么我们就当时做直播的时候 就是说 你美国经济那么强劲 你为什么要减50个基点 因为50个基点是很严重的 是通过 就是说经济出现问题 才会减50个基点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美联储官员的投票结果 11票对1票 只有一票反对 那么昨天这个债券之王呢 也在讲啊 他说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啊 这个鲍威尔 你还是要注意CPI 昨天英国央行 今天早上4点钟 哎呀我爬起来 我我微微看了一下啊 微微看了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看 英国央行保持利率不变 没有减息 没有减息 还是按兵不动 但是这个对美股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英国的CPI 在周二的时候是上升的 是高于预期 如果我们看上一期的CPI PPI都是上升的 就是说都是高于预期的 当然这个因为现在CPI 已经跌到了美联储 能够承受的2.5的附近 那么他就可以减息了 但是如果说鲍威尔 因为美国银行今天很疯狂 他预测11月7号和12月18号 两次减息将会减 总共合计要减75个基点 他原来预测是25个基点 那么为什么美国银行 现在预测要75个基点呢 说明他总结了鲍威尔的整个的模式 因为昨天华尔街分析师里面 只有JP Morgan说50个基点 其他都是25个基点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 整个华尔街还是非常非常的 认为这个美国经济还是很好 但是为什么鲍威尔解析了呢 对吧 那么第二点鲍威尔昨天新闻 发布会上讲了一个点 就是说大家不要认为我是常态 这个50个基点一直减 那么市场非常迷惑啊 就是搞不清楚 走了一个小双底 那么昨天开始 从澳洲这个新西兰开始 大概在五点钟吧 应该在五点钟 啪这个开始第一波 第一波以后呢 你看把这个前面突破 突破了以后呢 基本上这个格局就出来了 突破了前期高鲍威尔的高点 或者说昨天的一个高点 新西兰的高点 鲍威尔的高点 大盘就不断的一个 很很漂亮的一个 不断的一个上涨 不断的一个上涨 那出现了什么事情呢 昨天晚上在欧洲市场 主要涨的股票是 Louis Vuitton 这个要非常注意 就是咱们的包包 LVMH 法国的股票 在咱这个美国股市里面 也可以买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 经济衰退之后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 Louis Vuitton的股票 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暴跌 大家都明白 中国人不买 LV的包全世界 完蛋 是吧 因为一般的老美的话 它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固定的啊 谁买Louis Vuitton 它就是 你说五大道啊 这个 纽约东区啊 Beverry Hill啊 这个 Pound Beach啊 这些非常有钱的人 一般的美国老百姓 它 它不买这种东西 对吧 它没有我们中国人 那么有钱啊 是吧 所以这个 Louis Vuitton 昨天就是暴涨 你看它今天也是暴涨 涨了3.23 一直在涨一些 这个三角形走得很漂亮 所以我我认为昨天我就说这个大盘一定要涨了 因为Louis Vuitton就说明LV的这个包包的一个上涨呢 说明了这个美国的怎么说呢 这个财富效应 昨天我也给大家读了一个就是 X平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称证券啊 他讲得非常好 我们出了一个视频 叫做在美联储会议之前 我们呢要这个读三遍 如果我们来读三遍的话 其实很受启发 因为他这个衍生品这个专家呢 他他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言论 他他讲的这个非常好 真的读三遍 我读了已经读了第五遍了 我甚至还要再读 对吧 我们华尔街秘密文 我们读了第五遍 因为我们这个收取短期呢 我们这些专业选手也不一定读得明白 什么叫双向啊 总体来讲呢 他就是认为现在这个9月份大家都看跌 比如说9月份大家看9月18号 2007年减息 结果大盘怎么样 2007年后面所有的舆论都指向了大盘要跌 那么这个分析师他说呢 如果大家都认为大盘跌呢 哎 大家要注意 如果走反向呢 就会走成一个暴涨暴跌的行情 就是要暴涨 就是要暴涨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倔强 因为我们天姐的基金 我们今天买了TQQQ 是吧 TQQQ 你看买了以后 有同学问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搞啊 已经到71了 昨天有一个同学 他说王老师我68买的TQQQ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就很难讲 对吧 你昨天的话应该把这个68 把这个止损点 比如说你是68.30买的 那你要把68.30提高 那昨天打止损的话 你至少还没有 没有 就是没有亏是吧 那跌下来 很多同学呢散户做到后面的 就非常情绪化 第一 还是我讲的散户80%不止损 这个 这个落点呢是非常非常弱的 因为你说 哎呀我昨天止损了 我昨天卖掉了 你看今天大盘高开 那你那你这一波下跌的时候 你都会吃很大的快 很大的快 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这个大盘今天一个高开 这个叫break away gap 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A B C 这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么这个整理形态应该是冲到新高的 对吧 包括英伟达 哎呀老王你说你这个大盘要暴跌啊 结果没有暴跌 哎这种同学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参加我的直播节 因为你这个水平呢就是那种水平 怎么样的就是往死里打 是的我是说这个英伟达 对吧趋势线 但是今天它高开在这个位置 它这里昨天跌到113 我们买114的ports我们同学 我们做了一个热身上翻倍 对吧9毛6啊一块多 昨天是接近三块钱 但是如果你不收 你不止盈的话 它今天就高开 那你就废掉了 当然还有点钱了 但是你看这个英伟达今天是 这两个都是break away gap 这个趋势线压力 它高开跳空高开在压力点之上 说明这个盘非常非常强 非常非常强 所以你这个要转变了 你不能说永远是看跌 我常常你肯定爆掉 你这个人就没办法操作了 是吧 所以你这个趋势已经变了 这个是叫break TQQQ也是break away gap 那很多今天同学说 吓得这个问我 一直问老师可不可以进英伟达 我说你就进呗 进了以后就不要看了 真的明天是齐全到齐日 我认为大盘没什么行情 因为你看这个TQQQ也到压力点 是吧 也到压力点了 这个就不要不要去在乎了 不要再去在乎 特斯拉今天也是涨了7%个点 这个股票呢是mean stock mean stock 大家要小心 因为天姐也做过特斯拉的call 他这个图形呢 这个是一个头肩底 特斯拉如果这一波涨的话 那真的要涨到300 130加270等于多少 要涨到400块钱 恢复到年底的新高 但是我不知道特斯拉 因为上次这一波的时候 我们也吃过亏 现在还不敢讲 同学们你们看 这个这个棋型的话 他今天打到最高点247 但是要突破 要突破 一定要打到这个273 向上突破 那么这个大趋势就出来了 这里呢还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但是趋势呢像400区 哇老师你讲的太太玄乎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 为什么大盘会暴涨暴跌 首先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的话 如果美国经济 比如说今天的 美国的失业金人数申请 还是revised down 就是往下走 那么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劳动节呢 是多了一天 所以呢这个失业金人数申请 就人家去申请失业金的时候 就少了一天 所以这个数据呢 这个参考意义不大 参考意义不大 那么如果说美国的就业状况 比如说我们的CPI 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 增幅有限的一个位置 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失业人数呢 还没有向 原大家预期的那么糟糕的话 那美股呢释放流动性呢 就是经济再重新起来 而不会造成一个单纯的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美股呢 将有一个暴涨的一个行情 特别是选举年 我们是不是已经来到 这篇文章是大家要读三遍 大家一定要读三遍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formal 基金经理应该formal了 开始formal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去看啊 如果是从这个 所以你如果说一直认为老王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我个人真的 你完全就是看波浪 你看这一波下来的时候跌得多狠啊 基本上把四月份的所有的涨幅全跌光了 当然你说老王我坚持住了啊 我现在这个啊 你看 这就是你运气好 你运气不好就爆掉了 真的就是爆掉了 对吧 现在的所有的数据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做多的这个方面 虽然这一波暴跌 日本加息 carry trader走掉了 对吧 但是这一波这个行情 给我们 你这个 这个就是给多头一个运气 如果不是这样 这个哎 这波下来又往上走 美联储又减息50个基点 对吧 所有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你的那一边 但是不是说永远站在你那一边 你没有止损的话就很容易爆掉 就是白赚 所以 如果美联储减息50个基点 下一个 11月 12月 11月7号 12月8号 减息 再继续减息75个基点的话 这个大盘太多的流动性 造成LV就是暴涨 因为LVMH 但是我认为啊 这个老外对中国人或者对这个整个的LV 中国这个经济不会起来的 因为中国经济不是在美联储的控制之下 所以中国的经济它这个股市 也许啊 中国股市就收到了外围市场 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女人会愿意买更多的包包 但是中国女人不买包包 美国女人要买了 对吧 欧洲女人要买了 因为他们的这个股市财富效应带来的这个刺激 所以这个Louis Vuitton呢 现在走了一个小双底 其实Louis Vuitton 大家其实看看 真的很赚钱 8块钱涨到200块钱 也不是很高啊 08年翻了20倍 你买这个Louis Vuitton 100万进去也是2000万 也不比北京的房产差呀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全球市场都是一个道理 很多人在房产上赚了钱 因为他觉得房产我可以住 对吧 但是你同时你还有一个 融资的成本和一个地税的问题 那你股市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Louis Vuitton现在这个股价 应该是一个双底的走势 是吧 我们最后呢来说一下这个QQ QQQ这一波行情呢 应该说呢 从4月份 野轮从中国回来以后呢 这个暴跌呢 走完了一个大一浪大二浪 那么现在走到这呢 是一个向上的突破 这个三浪应该是做多的 你现在再去买SQQQ 昨天 哎呀老王你昨天让我买SQQQ 那昨天晚上是这个行情 但是今天这个行情 你们不要把老师认为是神 这个不可不存在 对吧 你今天这个行情绝对看涨 你今天还做空 哎老师你昨天晚上做空了 那昨天晚上做空我赚到钱 是吧 你看这一波的话 第一浪上涨第二浪回调第三浪再涨 那这个呢是大五浪的第一浪 因为我们从周K线来看啊 我们周K线来看美股2023年 美股2023年 2021年11月开始暴跌对吧 然后呢第一浪第二浪第三浪 第四浪然后第五浪 这个这个就是可能这个 那么这一波呢四月份呢是大五浪的第一浪 然后呢从这个十月份 九月份 对不起八月份八月十六号美股 这个是大五浪 V 因为这个是第一浪第二浪 这个呢有我认为啊 这个可能还没有走啊 这个一二一二 然后大三浪 大三浪 大四浪 大五浪 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一个 一个五浪的第一浪 五浪的第一浪 五浪的第一浪 结束之后呢 八月份暴跌是二浪 二浪回调以后呢第一浪 第二浪 所以我们是现在是第三浪 第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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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浪三 这是大三浪的第三浪 两个三浪重叠 这一个效应非常强大 这个效应非常强大 这个效应非常强大 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浪 第二浪 然后一二 三浪三 两个三浪重叠的话 这个大盘就会涨得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大盘会来的 一周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大家赚钱就集中在这一个地方 所有的股票都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攻的形态 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啊 就是老师做到这个程度呢 前天啊 就是昨天早上的时候 应该是周二的晚上老王做了一个梦啊 梦见了这个 我过去呢在做中石油 中海油 发IPO 这个农资 中国的公司农资的很快 然后呢有一群日本人 昨天是918 在这个深圳呢 发生了一间惨剧 中国男人去把一个44岁的男人 把一个日本的小男孩 这个日本的国际学校 就是讲日文的日本的这种啊 技术人员高管 他们的小孩在深圳上日本学校 结果呢 这个被一个中国的男子呢 44岁用刀给杀死了 我们要谴责啊 这个昨天是918 对吧 中国国此日 中国就是那些很穷的人呢 他就是一个左派非常严重 那那个日本的母亲呢 就说我们小孩有什么罪 我们小孩忍到你 结果小孩昨天抢救抢救抢救 还是一致无效啊 所以日本的国民非常愤怒 他们要断交的啊 有的非常右翼的啊 要跟中国断交 要跟中国撤侨 是吧 所以918呢 我也做了一个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梦见日本 我梦见了这个日本人在印那个 复印啊 复印的东西啊 复印的东西 我醒过来 我在回想这个梦 就时间已经 历史是不会再过去的 现在这个行情呢 基本上 今天有同学问我买Dale 买这个POT啊 这些股票怎么讲呢 很多同学就是还是在2020年 你就两三年的股市经验 然后你买的这些2020年疫情时期的股票 基本上都 90%的股票都烂得一塌糊涂 是吧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懵啊 这个英伟达他也没追上 那说句说句难听的英伟达你也没赚到钱 所以大家现在炒股的意愿呢就不高 每天就在那边看着老师 有的时候呢就追在老师的尾巴 比如说咱天姐6月份到8月份前面做得很好 后面这一波太动荡了 他没射止损 也没有忍住自己的这个七情六欲啊 去追高了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啊 造成这个股价的崩跌 现在又拉回来了 对吧 如果天姐108前一波 这一周我就跟同学说不能追高 那么很多说老师那怎么办 你现在为什么我在这里买很多初学的朋友就说 为什么你在113不叫我们买 在118买 这个每个人的观点真的就不一样了 你要跟老师学就好好学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推出了一个百元账号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百元 100美金你总有吧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一个亿 但是100美金你总有嘛 叫天姐挑战赛 100美金现在老美有很多非常非常challenge 他们就是玩这个100美金 但是很多我追踪下来都是吹牛的 但是我觉得呢 比如说100美金6个月做到100万 我吵这个有的吹牛就就没有意思啊 咱就现在每个人都有100美金 你不能说你100美金都没有对吧 那这个在美国吃饭都有问题了 对吧 那咱们100美金呢 今天呢 我们上一周呢就给大家热身天姐呢 今天就做了一个489的就是周一到七的QQQ 100美金你只有做期权 你只有做OPS 你说我100美金买一只股票可不可以 哇操这个也太难了 因为现在的Penny stock不大好使啊 今天我们买了一个这个SGM 这个股票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啊 我们在挂单 我们ABC回调 我们这个这个呢 他今天有5亿美金的5亿股成交 这个很喜欢 我们很喜欢量啊 我们很喜欢量 这个股票怎么分析呢 你看他这个股票 他今天一条消息就是他收购了一家 好像有盈利的体育竞赛 电竞 电竞的一个一个 就是有很多人在国内也很活 就是有很多人打比赛 对吧 就像咱们打那个股票股票比赛一样 是吧 那打股票比赛的时候呢 就总有一些直播啊 那很多同学想学 其实这个电竞行业非常火爆 那么他今天收购了这个 这一家这个 这一家私人企业 那么等于是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私人企业变成上市企业 因为这家公司呢 他现在公司呢 就是在Arizona 他主要是 好像是做那种很boring的 大学里面 或者是一个科技平台 那他的revenue也很小 那现在直入了这一家 现在的revenue也太小了 20万美金 你看只有20万美金 10万美金 20万美金 现在来个2亿多的revenue的公司 等于那一家公司 反向收购了这一家公司 那么这个今天股价呢 原来你看这个股票原来是真的是不值钱 只有一毛钱了对吧 那肯定不值钱 因为你公司都没有赚钱嘛 所以我们买了这个东西啊 但是呢这个呢 我们挂4毛8 现在还是在争 还是在4毛8 4毛9 我们挂在4毛9 那看啊 我们看觉得这个股票明天可能会拉回到7毛5左右 那么我们这个呢 就是今天天姐的100块的用这个齐全呢 就买了9毛1 现在这个股价呢 已经是1块8了 1块6 我们不做当天的啊 我们最硬的 我们就不做当天 像QQQ这一步 对吧 现在是接近收盘了 我觉得大盘不大会有太大变化 一般来讲涨3% 明天是齐全到期日大盘 现在在这里呢 也是要盘一下 但是现在这个三浪3 任何一个回调都买进 天姐基金已经买了英伟达 买了TQQQ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们不做当天 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所以我们想跳动大家的气氛 100美金挑战上 看我们能够走多远 100美金走到500美金呢 还是100美金走到200万美金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微信号 大家说 大家说天姐有点有点长得像邓绿军一样的 是吧 100$ challenge 我们要 我们就是已经基本上 把这个 把大家的这个 把大家的这个认知啊 都要提升一个角度 100美金还能干 那你同学们 你们每天在那里到底参与不参与 哎呀老师啊 我大部分股票都被套了呀 是吧 我媳妇不让我做了 你看我做的不好啊 那你拿100美金跟个咱天姐一起做 今天已经翻倍了啊 现在已经是 现在跌下来了 刚刚是1块8 现在1块3 咱们不做当日的 我们不做当日 当日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我在上班 我做不了 是吧 那么第二呢 我们就做这个FTT挑战赛 那我们的微信 咱们的这个 大家要支持马斯克 你喜欢特斯拉 你就要喜欢马斯克 你喜欢马斯克 就要参加他的X平台 X.com FN168.com 888 是咱们的这个号 这个叫 现在我们这个成长非常非常快 我们现在 我们很快要开英文的平台 我们这个 这种水平的话 老王你英文不好啊 没有关系 咱们找AI翻成英文 对吧 也可以让你说一 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是吧 所以咱们的现在这个 关注人已经接近1000了 X.com FN168.com 8888 你如果要看天解的实实的喊单的话 对吧 咱们从100块 100块每个人都有 没有人说我100块都没有 1万块可能很多人 有的人说我没有 是吧 但是100块总的 所以我们原来想的 做当天的option 当天到期的 这个我们觉得没啥意思 很多同学呢 可能跟不上 第二呢 1万块大家也不舍得 我们就做100块 我们改变这个计划 第二呢 我们做这个FTT平台 FTT平台 因为我们发现两年多的 我们总结了 大部分同学做这个期货呢 都没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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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们把这个 都没赚到钱 为什么没赚到钱 还是我讲的 一开始呢 就是买20个账号 因为网红呢 他们总是鼓励你们 买20个账号 哎呀我今天提款8万了 我今天提款10万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他就是为了拉你去 拿接他的affiliate 去给他一个连接 然后给他打code 那很多小白 第一你的技术 没有网红好 第二你没有跟踪网红 到底赚了还是赔了 我们跟踪那个 维尔兰 那么第一天都赚钱了 第二天爆仓了 我操那你爆仓 你爆仓了多少钱 所以93%的同学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因为你买会员 全全捐捐了捐出去了 对吧捐给老板了 捐给老板了 那么这个平台呢 我们在10月14号 我们现在打比赛 一个账号 现在成果怎么样 我们拿ftt啊 因为第一呢 他最近的这个整个平台 不是特别的稳定 你看他这个老板今天11点04分 最近那个 哎呀这个平台呢 现在的人很多 人气很高 但是呢有几个问题啊 第一这个rismac 最近也是出现了像apax 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问题 就是啊 这个伺服器啊太太小了啊 带宽太小了 结果呢 客户进来 他现在piscore已经接近2万的用户了 那那会员的话 我我讲10个点的话 也有1000多个啊 2000多个在你这个贷款很小的地方啊 啊 结果呢一个星期上一个星期不能平单 比如说你有单子你不能平 那造成很多人亏损 老板说我重新你亏了 我重新帮你reset 好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不收信用卡 那为什么不收信用卡呢 因为你有很多人啊 他输了钱 他他重新到银行里去charge back 哎 那很多时候老玩玩 你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好好搞运伟达啊 这个我跟大家讲 第一你的资金量要很大 第二咱天姐从6月1号搞到现在搞了174 也没有听同学这些人来说 哎呀 老王你这个天姐做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大部分的老百姓的热情给激发起来 拿100块钱 我们从100块做ftd的challenge 我们不买20个账号 我跟大家讲 我我就是跟大家讲 哎老王你不要这样乱讲 但是是真的93个percent的同学都没赚到钱 因为你到赌场你说我今天赚了8万块钱 你贷了多少钱 你贷了100万 你前面赚了赔了都不知道 对吧 你今天跟我大家讲我赚了8万块钱 大家都来赌场玩是吧 所以呢 大家拿200块钱来玩玩 大家同时也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解决了散户的三大问题当中的两大 对吧 那么止损这个问题呢 你自然自然在多交易当中的你就会得到 那么昨天呢 到今天我们已经做了上周我们说打这个比赛打热身赛啊 那我们现在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已经出来了 对吧 我们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出来了 在四天当中呢 昨天呢 今天呢 我们赚了57一个账号 你不要小看50G这么少啊 50G乘以21000多了 对吧 第一天啊 day one 星期一我们没赚了以后赔掉了 赚了73赔掉 第二天啊 我们做的好 165 昨天呢 呃我们在做那个美联储这个会议呢 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太快啊 啊 这个一亏损就亏了很多 那么我们昨天的赚回一点 今天啊 亏了69 但是最高的时候亏了200多 因为那个那个波动啊 200点波动 你一个点就2块钱 100点波动就200块没有了 对吧 所以今天呢 我们昨天晚上做的很漂亮 今天呢我们就不大想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止损呢 今天喊单我们都是赚钱的 如果你跟着我们喊单都是赚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止损太紧 我们止损只有八个点 那这个就是没办法做 纳指 你看他这个纳指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喊单是在哪里喊的啊 哪里喊 很多同学你们做TKKQ 只会做股票的话 没办法做 因为那个TKKQ 你买没买一千股 真的不够爽 那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是怎么操作啊 我们跟大家讲 你要你要来学我们的JVCW 你看这一根点 这一根点 对吧 今天找盘是这样开的 开了以后打了一个大十字心 是吧 第一波的时候我们说在这里买 为什么这是一个母指线 大家看到吗 这个妈妈怀着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这个 从这个位置打到这个位置 打到他最低的打到19964 但是这个位置呢是多少 19978 很可惜 我们在19978.25挂单 设八个点止损 你看他打到多少 6466 对吧 他是这个19978 我们是19970 往下又跑了六个点 结果呢 这一波拉升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做这个FTT 就是为了取钱 为了赚了钱以后去买好股票 因为他 因为有很多同学说 我家媳妇 我家老公不让我玩了 说我做的不好 我也是初学者 老师啊 我买了20个账号 买了20遍啊 亏了4万块钱 我咋做呢 是吧 那我们就从100块做 你不要就是咱们就贪 不要贪心 最多就亏100 我们10月份 10月14号 一个月一个月去闯关 闯了10个月 你都没取到钱 你也在学习 但是你取到钱 这个钱就属于你 对吧 很多东西老王大盘暴跌了 这个也不是暴跌 对吧 这个也不是暴跌 这个呢回调是很正常的 因为如果大家看QQQ 是吧 QQQ 很正常 到了这个压力位 你说他这个怎么走啊 肯定走不上去了嘛 但你也不要空他 你就不要做了 你就不要做了 明天可能稍微回调一下 继续涨 来 我不能保证说他一直涨 但是你在这里买这个 这个QQQ就不要动 除非把这个缺口补了 对吧 再往下走 那你就要止损 你就要止损 你做波段肯定是大赚大赔 肯定是大赚大赔 你不要害怕赔钱 你不要害怕赔钱 做的对赔钱是可以接受的 做的不对 赚钱也是不能接受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这一波呢 买了一次 然后在这一波呢 又买了他这个回调到这里 你看他打到要20118点 结果下面的是2011点 跌了18个点 但是我们只有8个点的止损 所以两个就很可惜 但是后来就拉上去 很多说老师那你不为什么 为什么止损设的宽一点 你一定要看你是为了取钱 你不要不停的报账号 你知道吗不停的报 很多人就是男人就赚不到什么钱 因为男的就很激动 像昨天晚上 昨天那个美联储就是很激动 对吧 大盘 啪啪啪的这个 你认为大盘要涨 结果呢 他就报给你看 是吧 你看他昨天这一波拉高以后 拉了那么高 对吧 当今天这个包围突破的时候 他就 那么我们即使这样的话 即使前面四天 我们的目标 他有五天和十天的 五天就是连续250块钱 连续赢五天 我现在观察下来 有没有人连续五天 能够每一个账号赚250块钱 250块钱 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你不要嫌他少 250块钱一个账号的话 二十个账号是五千美金 对吧 你取钱你就取五千美金 你花了两千美金 是吧 你250块钱 1250乘以二十 不止了不止了 对不起我说错了 1250乘以二十 是两万四千美金了 应该是吧 1250 两百五乘以五 对吧 是两万四 你投了两千 但你赚了两万 你马上翻倍啊 对吧 这个有点像特斯拉翻十倍啊 是吧 所以呢 我们现在做不到 我看到有一个人的确做到了 他有一个YouTube 他说我连续五天做了250 我没细看 但是我看很多同学都做不到 我们也做不到 你每天都赚250 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小 250 25000的账号 我们只做一个MMQ 我们做两个 那么如果你进入十天的话 你就250 250 250 如果我们还有六天的话 你每天赚250就OK了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投资呢 只要200块钱 大家跟着做 因为现在哎呀 你说要赚大钱 是吧 要怎么赚大钱 英伟达说白了 我跟大家讲 其实没行情 其实没什么行情 它就是暴涨暴跌 但是总体现在维持在120 很多同学就是买在120 现在所以没有声音了嘛 那我们来玩嘛 对不对 好吧 参加我的会员呢 是FN168-888 然后微信号呢 是ChineseFN2022 然后呢咱们那个 电话呢是800958-8561 好吧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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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